我收到今天,由昨晚開始應該是,我們見到在一些網上的群組, 將我本人和我太太的所有的個人資料,包括身份證號碼等等,全部公開。 我想說這個將我或者我們的家人的私隱去起底,是一個非常缺德的行為, 而且也是一個犯法的行為,我今天已經去了警方進行報案, 這件事我希望警方盡快採取刑事調查,將那些不法之徒成之於法, 但我在這裡提醒,最近的黑暴看來要再重新出現, 隨著黑色暴亂的再三個出現之後,現在也都再有這些網上的起底再次出現。 不單止我,梁志祥議員,和我們在社區上面的一些社區主任, 社區幹事的朋友,都有碰到不同程度的起底。 那麼這個這麼缺德的行為呢,第一,我們是予以最嚴厲的譴責, 我們都要求警方,既然我自己都報了案的了, 那麼我們要求警方要嚴肅地去跟進,盡快將這筆法之徒成之於法。 但我亦都再三講,就是,現在這幫筆法之徒最缺德的地方, 就是,所謂禍不及妻儀,你一搞,不只是搞我, 還要搞我的家人,這個是最缺德的行為來的。 所以如果,在這個今天的環境下,我是再三要求警方和執法機關, 儘快進行刑事的調查,和阻止這些這樣的情況發生, 我希望他們儘快將這些不法之徒成之於法, 這樣才可以有一個阻嚇性,如果不是的話呢, 我是今天現在一定要將這件事拿出來去講的, 因為如果我們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呢, 我相信日後還有其他陸陸續續的人的資料, 會被人家不斷地去起底, 所以我們一定要將這件事說出來, 但他們最缺德的就是,搞我們的家人, 禍不及妻儀,但竟然他們是這樣做, 全社會我都呼籲應該要嚴厲地譴責這些人的惡行。